以及我们的我们立学会前理事长杨洪威杨理事长 我们先任立学会理事长周瑶仁周理事长 然后即将接任的立学会蔡荣杰理事长 我们台中港女同济会前会长我们的王金梅 王会长 农会事件会我们吴美芝小姐 我们清水体育会原期一无 我们主任委员陈中阳陈主委在后面 我们清水国中林福玉林校长 然后我们的清水国中会长也是我们大秀国小的前会长 我们蔡玉林蔡会长 清海国中许福所许校长 以及清海国中会长也是我们学校的委员 我们的红成峰红会长 好我左边是我们的家长会 我们蔡庆芳会长 以及我们的财务长蔡正仁 蔡财务长 好现场还有我们的沙斯峰队的指导老师 我们的陈国斌陈主任 在排下 好以及我们的体育组杨金昌杨先生 校长致辞 好我们排上所有的长官 所有的来宾 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我们的志工队 我们的家长老师 以及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 好今天是我们学校94周年的校庆 那我们这么多的贵宾 以及我们的有效的校长会长 以及地方士绅 能够力领指导 使我们的校庆倍增光彩 那我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我们的家长会 以及各里的办公室 还有我们的里长 以及守望相助队 我们的志工 教职同仁的协助 让我们的运动会可以圆满的进行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来参与学校的活动 也参与我们孩子们的成长 那我们学校呢 校地非常的广阔 每个小朋友的活动空间非常的大 那在学校积极努力 我们各项的设备 各项的建设 都能够一一的进行 那主要是希望我们小朋友 有丰富的活动空间 以及学习环境 那今天呢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我们的校友会 捐赠 在前面大家有看到 我们有12把的SUSBON 然后也捐赠了相关的活动经费 总共30万给学校 来丰富我们小朋友的学习的内涵 所以呢 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 以及这么多关心学校的 我们的地方士生 我们的贵宾们 那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朋友 要与人为善 要有好品格 也要有学习力 要有品格力 要有健康力 那我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师生的努力 今年度我们荣获我们台中市 交通安全评鉴的第二名 也荣获我们台中市 健康促进学校的投资奖 也参加台中市的英语歌谣比赛 荣获第三名 我想我们的学生是动静皆宜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老师 和帮忙跟协助 那昨天呢 虽然下了一些雨 可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非常美好的一天 在此祝福我们所有的嘉宾以及所有的家长 我们老师跟小朋友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谢谢 谢谢 好 下面来补充介绍我们的来宾 我们立委服务处 蔡其昌立委服务处 我们的王立润 王主任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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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